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最常用的三大网身系统 首先第一个是common application 中文也就是可以翻译成通用系统 那我们也常常说常常称之为common app 那这个网身系统呢是成立时间非常非常久了 是1975年就成立 那么以前还是这种paper版的要寄出去的 那现在已经是网身网online application 那因为它成立的这个时间非常久 所以目前也是最受认可的网身系统 目前是被超过900所大学所共同使用 那这个网身系统的话呢 无论是申请新生入学还是转学入学都可以同时使用 并且是免费使用的 当然就是申请费是另付 那么基本上在前50的大学里面 绝大部分都是使用common app的学校 其实包括50以后啊 也基本上绝大部分的学校都接受common app的申请 那么在前50大学里面 就是不用common app的学校 其实是非常少的 只有这个MIT它是单独的网身系统 Georgetown也是它自己单独的网身系统 UIUC然后UTSUW还有我们的UC 当然了是单独的网身系统 所以除此之外 其他的都是用这个common app 好那么与common app 并行的是另外一个网身系统 叫Coalition Application 那么这个网身系统可能 大部分的家长可能都不是很熟悉 因为这个网身系统是一个 相对来讲是比较新的 是2016年才刚刚成立 也就到目前为止 就是不超过五年的时间 所以因为它的这个成立时间比较新 那么它目前的这个成员学校 来讲的话并不是很多 那么将近就不到200所大学吧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系统 和common app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说这个系统 他们在成立的时候 它的这个宗旨 它主要是想针对这种 低收入和弱势群体的学生 就是希望能够通过 这样的一个网身系统 能够鼓励这样的学生群体 来申请大学 所以他们这个Coalition 全称叫Coalition for Access Affordability and Success 那当然就是说 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 意义在那里 所以就是说这个学校 这所大学 它要加入到这个网身系统 里面来的话 是相对来讲 就是要有一些这个要求 比如说这个大学 它的承诺的这个学费 就是这个这个tuition 是一定是要affordable 而且这个学校是一定会提供 need-based financial aid 而且就是说 是它的这个六年的毕业率 一定是在70%以上 就是符合这些条件的大学 可以加入到这个Coalition里面来 那么针对前50%的大学来说 就是我们通常申请的这些学校来说 也不是严格的前50% 就是我们通常申请的这些比较好的大学里面呢 使用Coalition的学校还是挺多的 但是呢就是说不用Coalition的学校 也不少 像MIT 达特茅斯 达特茅斯是之前使用 2019年的时候drop掉了 然后布朗 康奈尔 乔治成 我们刚刚说了 南加州 卡奈基梅隆啊 还有纽约大学 乔治亚理工啊 这些都是不使用Coalition的 这个网身平台的 那么在这个我们就是常申的这前50%的大学里面 只使用Coalition的这个学校也是非常的特别啊 就是也是很多学生申请的这个华盛顿大学啊 这个学校 但是其他的网身系统都不使用 就只使用这个Coalition application 所以准备想要再考虑申请华盛顿大学的同学们 可以留意一下这一点 OK 那么最后当然就是基本上我们加州本地的学生也好 其实也包括外州学生 甚至是国际学生也好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学校名单上并不可少的 就是这个加州系统了 那么加州大学系统的话 是得不错 是用的就是加州大学自己的网身系统 那这个他们叫UC application 那这个UC app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 不管你是申请哪一个校区 就是UC总共有九个校区啊 那么这九大校区 不管你申请哪一个都是共用这一个申请 而且这个UC application也是同时对新生转学生都开放的 就是只要申请UC咱们就是用这个UC系统 那么UC系统呢也是就是一直开放了很多年了 那么前两年2019年的时候 那他们对就是自己的这个使用页面进行了一个改版 也就是用了我们现在更更advanced technology 然后让这个申请的页面变得更加的user friendly 就是让申请人的这个使用体验会更好 确实是就是现在在填写的这个过程当中 确实很多时候觉得不管是版面设计啊 还是这个使用的方面程度都还是较以前有所感进的 OK那么为了就是大家能够比较清楚 他们到底就是说这三个网身系统的区别在哪里 到底应该用哪一个 那我是为大家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解密的一个对比图 当然就是说细节上面还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这些主要是它的一些比较明显的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首先在这几个系统当中 UC和Coalition的这个网身系统 都是学生需要填写自己详细的高中课程 以及成绩的 你要把自己的成绩单上 相当于你要把自己transcript重新填一遍 那么common app呢 它是只要求你写 就是只要求你填写12年级的这个课程 但是common app里面也要注意的 就是说有一些个别的学校 它会有单独额外的要求 比如像南加州需要你把所有的这个 你高中的课程和成绩都填进去 除了高中课程和成绩这一点之外呢 那么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区别 就是课外活动和文书的这个填写 common app对于课外活动的这个描述的限制是最大的 只有50加150字符 就是这个name of the activity 大概有50个字符 50个字符也就是大概六七个字这个样子 对150个字符也就是大概十几个字 而且就是说你最多只能填写十个活动 covaletion呢 它对它的这个活动会更少一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网身系统 原本是针对这个低收入和弱势群体的学生 可能考虑到是不是他们没有那么多课外活动 还是怎么样 就是只有八个课外活动可以填 但是呢你在这个每一个课外活动当中呢 就是你的这个填写的空间更多 就是可以写更多的字数进去 那么对于课外活动来说 当然是咱们的UC系统是最慷慨的 可以写最多你可以写20个活动 而且每一个活动 活动部分就有250个字符可以介绍 然后你在其中的这个所做的这个事情 又有350字符可以来写 我们大概算了一下 这样算下来的话 就是光UC在课外活动 这一栏就大概可以写个一两千字 是不成问题的 对所以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空间利用起来 好然后文书也是有所区别的 那么如果是使用common application的这个学校呢 那在common app的这个网声当中 那么有一个section就是文书的部分 那么通常来讲 其实我们会把这个文书叫做主文书也好 或者是personal statement也好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文书的上限是650字 但其实这个文书是有下限的 也就是说你不能写少于250个字 就是最少你要写250个字 但实际上没有学生在这一篇文书当中 只写250字 coalition这个也是 就是文书这一点和common app比较相似 也是它是共用的一篇 字数的限制稍微少一些 就是你要写上限少100字 最多只能写550字 但是下限呢就是至少是要500字 好的那么说到就说这两个系统的这个文书部分 只是说所有大学共用的这一部分 但是实际上就是基本上 只要是前面的学校 基本上每一个学校都还有自己学校的附加文书 所以这里这个只是这一篇共用的 那么UC的系统就和这几个都不太一样 因为UC就是给UC自己学校的 所以呢它的就是UC的规定就是总共有四篇文书 给了你八个题目 八学四篇文书 每一篇是350个字 所以这个是UC的文书要求 好那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locker的这个function 这个实际上其实是大家比较少用的 也不是说一定要用的 那么它的作用就是说 这个是和coalition它在设计之初的一些理念是有关的 就是coalition有这样的一个locker的function 它的目的呢就是说 这个申请其实是针对最早最早九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开放 那么呢它是希望就说 学生从九年级开始就可以把一些自己重要的一些材料 像成绩单啊 像老师的一些推荐信啊 还有像自己的一些academic paper啊 都可以存储在这个locker里面 那么方便以后大学申请的时候来查找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还是方便这些弱势群体的学生 他们来整理自己的申请资料 是这样的一个功能 OK 那么我在这里呢 也顺便就是查找了一下 关于这几个网生系统的一个使用情况 那么针对2021年就是申请今年秋季入学的学生 使用common app这个系统 我不能说是学生吧 就是common app2021年秋季总共是提交了超过600万份的申请 那么这个数字来讲的话 是比去年是上涨了11% 去年是500多万 对 而且就是人均申请数量 就是每一个使用common app的申请人 那么他们平均在这个common app上面都要递交5.78个申请 将近6个 就是基本上是人均申请6个 这个也是比去年增长9% 去年就是大概5个的样子 5个出头一点点 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对平均的数量 那么其实这里就可以顺便也是可以回答一下 通常很多学生会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到底我申请多少个数量是一个合适的数量呢 那说实话这个申请的数量是因人而异的 那有的学生可能他只申请一个两个的也有 那有的申请20几个的也是听见过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推不推荐呢 实际上我个人不太推荐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 那申请一两个的就是学生来讲的话 通常可能他就是只是申请一些对自己来说非常安全的 我们叫做保底校吧 就是说你基本上就是我申请了我就能进的这种 那么这种的就是带来的问题 就是说实际上你是把自己undermatch 就是相当于把自己把自己低估了 就是明明自己可以去一个更好的学校 那么就随便只是申请一两个保底学校 就把自己的未来交付了 我觉得这个对于自己来说是 是一个不太合适的选择 那么另外一个集团就是申请20多个的话 我也不太建议这样做 因为每一个学校就是像我刚刚说的 都有自己的小文书的要求 稍后我们也会说到 到底有每个学校有多少篇文书 就是那二十几个就这个工作量实在是太巨大了 除非是我不知道 应该是很难很难来manage的 所以这个不太推荐 那么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认为比较合适的数量 大概是在10所 10到12所吧 这个区间大概都是 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这样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数量 因为这样一方面既保证了 就是说你有足够的这个选择 能够给自己的这个选校单 能够拉开一定的梯度 与此同时呢 又不会有造成太巨大的一个工作量 所以这个是关于使用common app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里呢 也想特别的提一下UC的一个使用情况 那UC今年总共是收到了超过25万份申请 这里面当然是就是新生转学 都包括所有的都包括在内 但是新生申请一般来讲 是占绝大绝大多数 25万去年的总量是21万 21万多 所以今年是比去年增长了16% 这个是UC的一个情况 我记得你还是要认识了 去年增长了16% 我们可以拿去年增长了16% 大概是吧 好